大家好,很高兴,又來到C-Channel 平時都和大家談談投資、地產和政策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比較不同的題目 話說我若干年前在倫敦讀大學 讀的都是讀時裝 現在我們做的事是完全不同的 想和大家分享倫敦時裝界的20年的經驗 希望能夠吸引年輕人 話公義,當我第一次踏入倫敦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充滿創意和夢想的地方 實際是怎樣呢? 就繼續看下去 現實的反差,當我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經常聽到別人說 時裝界是屬於有創意,屬於有獨特性的 而其實這個創意世界是充滿金錢和人物的地方 想想我們時裝的一界 就算是20多年前和現在都沒有什麼分別 當時時裝界是有錢的學生 在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我四處都是副家子弟 那我當然不是副二代 上學的時候感覺到好像去了人物俱樂部 你如果沒有有錢的爸爸媽媽 那都比較慢做生意 或者找工作都是非常難的 如果你爸爸是不是有家企 或者你媽媽是不是社交名門 如果答案不是的話 那就是要準備長期的戰爭 第三點就是個人旅程 不要以為我是什麼副二代 其實我是一個賣我自己的衣服 在市集攤袋開始的 那初初有很多人經常笑我 兩邊走,打兩份工作 又回大學 打著一大袋衣服就到處走的 可以說我好像一個姑娘一樣 以前只有一個托子 拿著一雙一雙的衣服去賣 我賣什麼玩意 這麼辛苦幹什麼 而我是在攤檔慢慢地 由賣二手衣服去改造 發展到賣我自己設計的衣服 很多人旅程 那時候都可以說是挺艱辛的 跟那些副二代 一開始有自己的標籤完全不同 所以大家都要準備 由心理準備 自己非常要 建立一個很厚的臉皮 以及要不怕艱難的 我記得當年我自己 真的拿著行李箱 逐個逐個省去賣我的衣服 很多很多困難 亦都是要面對很多不同人的拒絕 但是硬起了一個降架 可以這麼說 個人都比較抵到那個艱難的 行業的關例 第三點就是你會想 如果在Vivienne Westwood做事 或者阿里桑德·麥克林 那麼出名 就好了 一定賺到盆滿盆滿了 其實這個真的是大部分人的夢想 真的是Industry裡面 各行業裡面最高最高的那一層 才可以說是有這麼高的薪水 大部分人在時裝界做事 通常都是無薪或者低薪的自由工作者 那麼我眼見很多朋友 都是很多年在這些名牌裡 做所謂的freelancer 或者是做work experience的 所謂工作經驗的做紀念 那麼所謂的工作經驗 都是求一個在名牌裡 在一個名牌的品牌做事 那麼就告訴別人 就自己在一個名牌裡做過事 那麼其實根本的工資是非常之低的 我亦都有一些朋友 他們在一些大公司做事 就算做到buyer的level 人工都是遠遠不及其他失約關的行業的 例如如果你是用時裝界給一個buyer 跟一個超市的buyer來說 那個人工已經很大分別了 時裝界永遠遠都是有一個光環在上面 所以很多人趨之躍要去做這一行 而那個人工比較性是低的 因為這麼多人爭 其實背景在六七十年代 在倫敦來說的時裝供應商 大部分都是猶太人 他們所謂的old wealth,old money 那一大群人都是去生產這些衣服的 但到了大概2000年之後 我發現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商 供應商就湧入了市場 以低價和大量的供應 打敗之前的競爭者 或者是猶太人會 會order大陸的貨 或者是印度的貨 結果倫敦就充滿了很多又便宜又正的衣服 我還記得二十多年前買鞋子在倫敦是貴過現在的 現在的鞋子的身份是非常便宜的 以前在倫敦買鞋是超貴的 當然隨著這麼大的改變 壓力和經常都要跟著潮流 和價錢的走勢 對於時裝有個心理準備 變化非常之大和快的 壓力和薪金說起 因為變化這麼大 我本人的經驗 咖啡的時間都沒有這麼多時間 而身碎 除非你剛才我說的超級巨星的話 頂尖的十個百分比 告訴你 全身五萬個英鎊 已經大部分人的遙不可及的夢想 所以說 以這個指標來講 大家真的要睜大眼 入去時裝 這一行業非常之辛苦 也不是代表有穩定的收入 結論 如果你打算投身是時裝界 麻煩你用一個放大鏡 去看清楚這個行業的陰暗面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變成 Coco Chanel或者Armani 如果你真的想走這條路的話 記得做足十足的心理準備 希望你喜歡這個個人的故事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想知道其他東西 就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多謝收看 下次見